这时候我主要就阅读这篇论文,就是VisionGNN,它发表在那个Nut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就2020那个会议,2022这个会议上, 然后它说是关于,就是用图整机网络去处理那个图像的,图像分类的,然后是因为和我之前本科那个方向就是比较相近嘛, 然后最近看了一些就想分享一下,然后首先是这个背景就是,因为作者是分析了一下CNN和Transformer, 他把图像认为是网格或者是序列结构,就这样子的话就不利于去捕捉一些不规则和复杂的物体, 像下面这个图左边就是网格结构,这CNN是把它每个像素点看作一个单元嘛, 然后看着一个很整齐的一个网格,然后Transformer是把它变成一个个Pitch, Pitch然后拉成那个一个一个那个线性的那个,然后用Transformer那个提取器去提取, 就像VIT那样子,然后作者是把这个就是综合了一下, 就是他用VIT的那种方式去提取每个Pitch,然后把那个每个Pitch去构成一个图, 因为如果用每一个像素去构图的话,那个图会非常大, 然后计算量应该会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认为在GNN在CV中, 现在主要是把它用于一些有规则,就是天然的图, 就是之前就能拿到这个图,像点云数据的分类啊分割这种, 在GNN中就是缺少一种骨干网络可以用来直接做那个图像的一些任务的, 所以他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法, 呃这一页就是这个BIG的一个整个网络模型, 首先就是给输入一张图片,然后把它分割成每一个Pitch, 然后作者用那个KNN算法去做一个邻居节点的选取, 就是比如说我给了一个K,是一个操参数, 就是选取K一个与当前节点最相近的那么多节点去作为他的邻居, 然后构建成一张图, 然后后面是一个那个作者提出的Graph的一个网络, 它是先,先是一个那个图卷机嘛, 用一个图卷机去做操作, 然后这个图卷机有一个不同的就是他在那个输入, 输进来的时候先对那个节点的特征做一个FC操作, 就是一个线性变换来降低一个oversmoothing的一个现象, 然后输出的时候也同样再做一下, 就呃后面实验也会讨论到这个, 然后在输出之后再加一个FFN, 也就是呃也是一个线性变换吧, 对最后就叠就是堆叠很多块这个block去做一个分类, 然后这个Graph Processing它里面用了, 作者是提出了多头机制, 但是后面其实提到多头机制, 我认为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 在实验里面, 呃看过实验了是吧, 对然后这一页就是他提出的, 就他为了方便比较, 它是先用呃构建了两个模型, 一个是同向性模型, 就是类似于VIT那样子, 输入和输出是同样维度大小的, 就呃构建了三个嘛, 一个小中大, 呃就主要就是改变那个网络的堆叠的那个block的快速, 还有一个就是里面隐藏特征的一个维度, 下面这个表格就是一些实验结果, 就可以看到这个同向性的结果, 前面已经结束了, 前面是不是还没讲完, 前面其实就没什么东西, 下面是什么, 下面看看啊, 这就是节点, KN那个节点选取, 它第一红色和蓝色的意思就是说, 呃蓝色的那个点, 正中间的那个点, 它跟它周边的那些点是有有边的, 对吧, 对有边的, 红色的也是这样,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嗯你这么多pitch的话, 其实它这个红色点的周边全都是可以连上线, 对吧, 对然后作者是给了一个超参数嘛, 就是K, 它只连K个节点选取K个, 哦它就像是只连K个节点, OK好, 对甚至它有点随机性是不是啊, 比如说K内有一个随机数, 我可能有一个点它是连4个, 可能有一个连5个, 有一个有一些是连K减1个, 就这样是吧, 呃有有这种的, 对就是如果很不相近的话就不连了, OK好的好的, 呃这个后面我也会有一些想法在这里, 嗯然后呃实验的话就是这个同向性结构的实验, 它就和一些就是同向性的模型去比, 就像BIT啊, Dif Transformer这样子, 嗯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呃还有一些MLP它也是比较好, 就像卷积这种也是比较OK的, 呃然后这里就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 金字塔形结构就是我们卷积的那种操作, 还有Swim VIT这种, 就是一层一层往下去把模型缩小缩小, 最后Polling一下就变成一个像, 一个特征嘛, 这里它提出了四个框架, 然后这个D, D就是那个输入, 呃里面特征的维度, E就是那个FFN里面, 你要输入, 比如说你输入了64, 维度是, 输入的特征是64, 它就放大四倍, 做一个那个特征变换, 然后再变换回去到64, P就是它选取的那个邻居的那个数量, 这是我, 嗯, 然后它这里主要还是用到了卷积, 就是做降采样的时候, 它还是用到卷积, 它没有用那个图层机网络去实现一个卷积, 然后最后就是把经过这么多block去, 然后做一个输出, 然后这一页就是, 这个金字打型结构的一个实验吧, 这里就是, 那其实它后面就是直接用了GN了是吧, GN里面它把这个图构建出来, 然后它学习的时候怎么学呢, 它学的时候怎么学呢, 就是用老套了就是吧, 就直接套上去, 就是老套直接直接拿一个, 这个我们现在比如说比较成熟的, 比方说是GN直接用卷一下, 然后再输出回来, 就直接下一步, 好吧, 它主要是怎么去构建这个图的问题, 那它的科学选择是怎么去构建这个图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卷积用上去, 就是, 其实也不算吧, 它这样子做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 以后如果有很多新的卷积的方法提出来嘛, 它也可以直接套用套用, 就是也有可能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好, 那这样子的话, 它这个文章的性能呢, 性能确实好吗, 性能, 从实验上来看, 它在图像分类上, 它和SWIN Transformer其实差不多, 就是比方说这个, 精彩结构的这个是M模型, SWIN VIT的这个S模型, 它们的参数量其实差不多, 然后性能上也会差不多, 对, 然后, TOP1的差一点是吧, TOP1差一点, TOP1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但是我认为, TOP1是个比较难的问题, TOP5的话一般是好像, TOP1是个比较难的问题, 是的, 然后我认为的话, 这篇文章其实还是有些意义的, 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这个, 我觉得把这个, 就是这个卷积, 图卷积用到这个, 上面确实挺头疼的, 然后因为之前没有这个工作, 它也属于一个比较有开创性的工作,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它提出的是一个, 就是它认为是一个那种骨干网络, 所以它也在那个目标检测上做了一下, 这里的实验效果还是比较OK的, 就是它的模型参数会比这个, 叫什么, 比那个SWIN Transformer小一点, 但是它的性能会稍微高一点, 只有在这个, 这个就最后那个IOU很大的时候, 可能性能稍微差一点,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评判这个东西, 就是在IOU为50的时候, 性能都是很好的, 到75的性能就会比, 就有点较起较, 稍微掉一点, 但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吧, 然后作者也做了一些消融性实验嘛, 来证明一下自己每个框架都有点用, 首先就是替换了不同的卷积方法, 就虽然这个EG Conf它的性能是最好的, 但是它的计算量和那个计算量是最大的嘛, 然后作者它是用了最后一个Max Relative的Graph Conf, 它是就是取了一个中和算是, 就是比较平均,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它的创新点就有一个是做了这个FC变换和FFN, 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就如果没有FC的话, 性能其实是很差, 就很容易就是有一个offer smooth发生, 但是这个FC屏幕作用刚才是说啥呀, 是什么, 说防止过拟盒是吗, 对, 不是, 是防止过平滑, 就是不像中过平滑, 然后第三个是讨论那个邻居的那个作用, 邻居取多少, 就看到从9到18, 虽然说性能最好的, 但是当,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不是说你把那个邻居取得越多就越好, 嗯, 它取到一个9, 比如说取到9, 它就已经到达一个上限了, 嗯, 如果你到18的话, 它计算量就狂涨了, 对, 计算量会狂涨, 然后性能却没有多少提升, 嗯, 然后最后一个其实就, 就是那个注意力头, 但这里有一个疑问, 我就搞不太明白, 就是为什么在取一个注意力头的时候, 它的计算量很大, 然后在取8个的时候, 反而变小了,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嗯, 它有解释吗, 没有解释, 这里没看懂, 这个, 为什么搭8个, 反而变高了, 可能回去再仔细, 不可能会没讲的, 它既然已经拿出来了, 不可能会不说, 就这篇论,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就是对那个实验的部分的讨论, 其实就一笔带过, 就有点水, 时间做得非常多, 对, 但是讨论就是讲一下这个实验, 它就非常水, 就没有怎么分析, 就说我和最近的方法, 比如说, 和全全全former, 性能差不多, 或者超过它就没了, 就一句话就带过去了, 这个我可能后期还会仔细去看一下代码, 就是到底是为什么这个现象, 好的, 好的, 如果你有兴趣, 你就往这个, 继续往这个方向去搞, 这个图像的方向是可以的, 嗯, 嗯, 然后这里就是总结一下它一些, 呃, 就是那个创新点, 就是一个是提出了这个绝缘的骨干网络, 然后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框架架构, 然后是增加了一个, 这个同像性结构是, 就是同像性结构和金字塔性结构, 前面再看一看, 这个同像性结构和金字塔结构差异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 呃, 同像性结构就是, 就是跟VIT一样, 它比如说输入一个16乘以16的图片, 对吧, 嗯, 然后最后输出的时候也是一个16乘以16的, 然后你只不只只取一个向量, 作为它的最终预测结果吗, 然后金字塔就是跟卷积一样, 一层一层, 缩小缩小, 做一个32倍的降材样, 最后再磁化一下, 就直接得到一个特征, 嗯, 这两个差异, 呃, 从它的结构来看, 还是金字塔结构的性能会更好一点, 哪个是金字塔型的, 我看看, 是这个, 这个现在放的是金字塔型结构, 嗯, 它是好, 是因为它的准确率高吗, 还是指什么, 对, 它的准确率高, 在同样的参数量的情况之下是吧, 对, Pyramid, 它现在说的就是Pyramid的这个, 它能拿这个实验比较的时候, 它只说了这个Pyramid的这个模型是吧, 同向性的没有点, 有, 同向性是这张PT, 这里就是同向性的比较, 它只和同向性的一些模型镜, 做了一个对比, 像比, 但是从这里来看的话, 就是还是会Pyramid的比较高, 所以它后面目标检测那边, 也是用的Pyramid的一个结构, 这是为啥, 为什么会这个会更好一点呢, 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就是用图神经网络去提取那个语义信息, 可能还还不是那么充分, 然后它中间加了一些卷积, 就卷积会更好的提取一些, 比较细微的语义信息, 然后帮助它就帮助这个模型, 做一些特征提取, 嗯嗯, 我是这么认为的, 可以把这个点记下来, 后面可以找找资料看, 看看这个原因是, 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就是, 还有一些就是限制嘛, 就是它和VIT一样, 我就跑了它一个model, 就是效果其实不是很好, 你跑了你有浮现吗, 你有就跑了它有开源的是吧, 对它有开源, 但那个代码说实话写的挺差的, 我也就是看了一半吧, 只能说, 然后我跟你说, 我这个东西可是要分享到外网去了, 你点评的时候稍微注意点, 哈哈哈,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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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对对, 稍微那个一下, 用词那个也稍微, 就是它要很多数据才能, 就是可能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从Image到Graph的时候, 它是简单的取了K, KM取了一下那个特征, 然后, 我,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做并不是那么好, 因为如果你那个特征排布, 或者Reship的时候, 之后就是倒一下怎么样, 它的那个特征之间的距离就会不一样, 也是KM存在的一个就普遍的问题, 所以我的想法是用一个自编码去, 去学习编的关系, 然后通过一个参数嘛, 就是去判断, 就大于这个参数的时候, 我认为这两个节点之间有一条编, 然后没有这个参数的时候, 你现在看有没有人这么干嘛, 没有这么干, 你就可以弄了,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也我们实验室的人给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 他之前做图线网络的时候, 那个双曲空间中, 就会, 性能会好一点, 我想能不能把它放到一个双曲空间中, 去做一个增强, 你是说他那个距离参数, 距离函数是用OG里的那个表现不好, 是吧, 对对对, 那就是说白了, 就是距离函数没选好了, 对, 距离函数有很多种, 距离函数有一种叫什么, 哎呀, 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反正有很多种的, 确实我在别的文章里面也看到过, 就是图线网络里面, 这个OG里的空间这种表达方式, 距离函数比较差的, 还有一种是, 把距离函数, 然后反正有一个E的指数级别, 这个叫不出来了, 反正你去查了一下有好几种, 我等一下给你, 好的好的, 解决题发给你, 对是别人分享的, 他就是在别的文章里面就发现这个情况, 就是用其他的距离空间的函数会做得更好, 你也可以用这两个, 然后你看看别人有没有干这个事情, 如果没干嘛你就可以, 你这两点就可以做个事情了, 对因为我接下来就是在做这个, 好的做这个, 行的行的好, 然后后面就没了, OK, 你把这个论文发我, 然后把这个PPT也发我吧, 好的, 好, 那就这样, 就挺好的, 然后就按照这样子吧, 然后下周二我们继续好吧, 好的, 在这个topic上继续。